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西方社會有小費文化 大家好我是Paul 周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在我以前居住的加拿大 他有稅 所以你先要在你出去吃飯的食物上加稅 餐點加稅 稅是多少 我現在已經想不起來15%還是幾% 好像是8%GST 然後7%PST什麼的 那個GST PST就是一個好像一個是全國性的一個是省的 然後在這上面還要再加個10%15%的稅 啊不是小費啦這樣 所以其實你如果出去吃個6塊錢7塊錢的一餐 你到最後就是10塊錢丟出去不要找 那根據我姐姐最近告訴我 因為他們回來台灣我們見了個面 也甚至跟我的外甥女們聊聊天 他們說現在出去吃飯 你要帶一張20塊出去才有辦法應付一餐 然後在我當年就是10塊 所以說在這麼多年裡面就已經漲了一倍上去了 那你說20塊的話大概又台幣400塊 所以吃一餐要400塊左右 就是把小費跟稅都加下去 好 但是我們這邊報導說的是 Gen Z啊 就是我們講到最新的年輕人這個時代 他們基本上就已經不給了 所以這個在我的觀念裡面是匪夷所思的 因為我以前曾經有過 我在一個越南河粉店打工 結果客人沒給小費 他我們的其中一個女服務生 我同事竟然追出去跟他要 因為不給小費是不可以的 這是一個customary的事情 所以custom就是風俗 custom把它變成一個形容詞 so people customarily tip fifteen,twenty,twenty,five percent 大概都是10,15,20,20%左右的這樣 甚至25% 所以這是風俗習慣 但是現在Gen Z呢 我們現在標題說 Gen Z is rejecting everything they've been taught about tipping It could be the start of a big shift 所以這個報導甚至說 可能這個文化要改變 the start of a big shift 所以就他們一直以來被教導的 你該怎麼去給小費 他們現在就說不要 began這樣子 OK,rejecting everything they've been taught about tipping 所以tipping就是給小費 tip就是小費 OK,有時候多半會加個負數 那它可以變成動詞 OK,so I'm going to tip 10%,15%這樣子 好,來我們再讀幾段好了 那第一個句子裡面就其實蠻有趣的 它是一個在寫作上 其實比較不算真正和文法的句型 我先讀一下給你聽 just because inflation is finally cooling doesn't mean Americans have financially recovered 所以句點,第一句這樣 所以就只是因為通貨膨脹開始慢慢的冷卻下來了 但也不表示著就是美國人呢 在財務上 在他們的自己本身的個人的經濟上 已經恢復狀態了這樣 所以不能說是 並不是因為通貨膨脹 現在還好了 就表示我們就變得比較花錢比較富裕了 換個方式說 所以這個句型叫做just because 然後就接個句子 那它多半是否定句 所以它可能就會是否定 我這邊就用它的doesn't mean 然後你可以接個that句這樣子 所以我們換個內容好了 例如說你跟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說 你不能因為我愛你 然後你就以為你要求什麼東西我都會答應 你看不能只因為不能因為我愛你 你就可以跟我亂要東西 你看這個中文聽起來也很順 那如果你要把它翻成英文 just because I love you doesn't mean that you can ask anything from me 這樣子大概就OK了 所以just because 主持動詞 doesn't mean 主持動詞 所以這邊就是just because inflation is cooling doesn't mean Americans have financially recovered 好這樣子 那去年夏天 last summer it hit a 40 year high coinciding with Gen Z entering the workforce and generally curbing their spending 所以這句話說的是去年夏天 inflation竟然是到了這個40年的高峰 inflation再強調一下是通貨膨脹 所以通貨膨脹是40年來最高 去年夏天的時候 而它就正好跟Gen Z進入職場 就撞在同一個時間了 所以coincide 就是兩個事情正好撞在一起 有時候我們把它翻譯成巧合或之類的 所以像coincidence 我們就翻成巧合 甚至可以變複詞 coincidentally這樣子 所以coinciding with Gen Z entering the workforce 所以workforce這個詞 就可以把它理解為就是職場 好進入職場 所以我們講說出社會 我們中文講出社會 其實沒有什麼enter society 這我覺得是比較少看到的說法 我們一般就講說join the workforce OK或者enter the workforce 大概也可以這樣子 OK 大概我們講enter society 是我個人覺得沒有那麼常聽到 甚至好像沒聽過的一個說法 所以一般講說的是join the workforce 好就加入這個勞動人口這樣子 那所以Gen Z不只是出社會 還一般來說會去限制他們的這個花費 因為就沒錢嘛 那因為又正好跟剛剛講的 inflation又coincide這樣子 所以curb這個字就是有意志的意思 把什麼東西給忍住 不要讓它發生或之類的 OK curb 所以curb它的spending 那with economists debating whether inflation will be sticky another habit is sticking around according to a recent survey the 26th and under crowd are the stingiest tippers 而那這邊這個句子是with開頭 你知道with加名詞 然後可能加個形容詞 所以在經濟學家他們正在辯論著 是不是inflation就會流著就不走了 所以sticky這個字 其實像討論版之類的 有一個東西叫置頂 就是sticky 就把它黏在最上面 所以sticky就是東西黏黏的 所以如果今天inflation一直居高不下 然後就不會退的話 那他就是stick在那邊了 所以stick就是留下來或之類的意思 所以有一個片語就stick around 所以他馬上下去就說stick around 所以就當經濟學家在辯論 到底inflation會不會停著不走的時候 另外一個習慣卻真的停著不走了 so another habit is sticking around 剛才說的stick around 所以這個habit是什麼呢 就是20歲以下的這一些crowd 他們是最stingy的tipper 所以stingy這個字就是吝嗇 OK 我們講難聽一點cheap也是OK的 所以they are the cheapesttippers 那你說好聽一點的話 frugal這個字也有 就有節儉之類的意思 OK 還有thrifty這個字 也是相對來說不那麼難聽的 所以總共有四個字可以來說 這個人不太大方 四個字 stingy cheap frugal跟thrifty 後兩個比較好 前兩個不怎麼樣 ok cheap是最難聽的大概是 但stingy可能也就吝嗇 好像還有一個詞叫做 那個守財奴之類的 好像叫做curmargin還是什麼東西 我現在有點想不起來 但算了 好所以他們就說 不過總之他們是最不願意tip的了 那我們再看一下他有些什麼數字 just 35% of gensers 是不是叫genser啊 應該是吧 我可能也不確定 所以在survey中 they always tip their server at a sit down restaurant 所以只有35%的這個genz 說他們會在一個sit down restaurant 是會給小費的 你看為什麼restaurant 我們都知道restaurant就是餐廳了 他前面加個sit down幹什麼 我心裡想 因為對我來說這個也是比較新的詞 我為什麼加個sit down 但我後來想了一想覺得這個名詞 我可以接受 我願意吸收 為什麼 因為現在有些餐廳是不給你 沒有位置的 對不對 他就只是一個 給你買外賣的 或者就uber eat 給你拿走的 對不對 所以那個大概就可以叫他take out restaurant we have no seat I'm sorry OK 因為我們開個店 但是沒有座位 我們就只是一個廚房出餐而已 那這樣的餐廳 現在我相信也是有 甚至如果說今天 你的一個小店面 後面真的沒有座位 然後你這個店面也不是很深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在一個建築物 一排建築物 然後今天就 你就發現一個小小店面 可以賣個東西這樣子 有時候我們叫他 hole in the wall 所以補充一下下 hole in the wall 他就像牆上的一個洞 所以這個牆被挖了一個洞 你可以把它推進去一個小空間 然後做一點小生意 但是你人不能走進去 你可能得從後面進去 還是後面有個門 或什麼的 所以這個概念也是有的 在國外還有這種店 其實台灣也是有 我覺得hole in the wall 尤其他真的是要在 一排 一排的商家 一排的很多店面 其中一家之類的這樣 好 anyway 所以sit down restaurant 我可以接受 就是有能夠坐下來吃飯的 那這樣的話 你給他小費好像是合理的 而在光譜的另外一邊 所以光譜的這一邊 就是最小氣的 但光譜另外一邊 就是最generous的 最大方的tipper是誰呢 就是毫不意外的 就是我們的這個嬰兒潮 也就是我父母那個年代 so at the other end of the spectrum 所以我們這個片語很常看得到 Spectrum這個字 光譜其實就夠常看到了 但是我自己說夠常看到 但是我知道 我很多學生是很少看到 因為我不止一次 在我上的課裡面 曾經問過同學 我們現在講這個字叫光譜 Spectrum 因為這會是托福亞斯的字 我就問同學說 大家知不知道這個字 不知道 傻眼不知道 所以給同學看一下 光譜像 我們在Microsoft Word裡面也是有 你看我要挑顏色的時候 這個沒有 這個就有 你看 這是不是就是一個 類似光譜的概念 上面各種顏色 然後各種的不同的色階 這就叫光譜 所以有東西叫政治光譜 你說左邊是藍 右邊是綠 然後中間就是藍到綠的一個色階的改變 淺綠淺藍 深綠深藍 光譜 OK 所以Spectrum光譜 所以這邊在講的 對不起 給小費這個概念 左邊可能就最小氣的 右邊就是最大方的 所以你可能就somewhere in between 這也可以是一個光譜 所以他才說 at the other end 光譜就兩端而已 所以就另外那一端 所以才會用the other 因為沒有another so at the other end of the spectrum 就是光譜另一端 所以這裡就是這個片語 所以他剛前面說完了 so they always tip 35% genders tip at a sit-down restaurant at the other end of the spectrum 83% of baby boomers said they always tip 所以有83%的 baby boomers 就是剛講的嬰兒潮 說他們是會給小費的 所以boomers were more generous tippers than genders across the board 所以是across the board 就是在整體上這樣 整體來說 總之這個baby boomers 就是給比較多這樣子 OK 好 然後呢 至於說給多少 所以every year fewer and fewer people drop their change into the tip jar 所以他一個詞叫tip jar 就小費灌 jar這個字就是灌這樣子 much less tip much less tip 20% after a meal 所以反正就是 就給越來越少 好有時候tip就低於20%這樣子 OK 那其實我以前是tip更少 我以前tip大概算抓15%而已 我以前是不會抓到20%就是 好然後反正這邊就是一些數字 大概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就是跟大家說一下 分享一下下 就是我們這些年輕一代 是不太大方的 但這個習慣 可能也就跟亞洲有點點 同步了 因為我們亞洲人 基本上不太會給小費的 只是說我們亞洲的這些餐廳 我講亞洲可能 我們講台灣好了 台灣很多餐廳 比較高檔一點點 他直接給你加個10%服務費 所以即便你不想給小費 他也是給你印加上去 那你好像也是沒什麼辦法 就是好anyway 好到這裡差不多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